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肯定是有失偏颇的 正如两条不相交的平行线 不可能重合 年轻人不到那个年龄 是永远都不可能了解中年人的爱情观 中年女人在寻找爱情的时候 已经不复年轻时那么随意了 因为她们经历了时间冷暖 不管是家庭还是工作都趋于稳定 此时的择偶 观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因为到了中年还是单身的女人 只有三种可能 一是一直想要等待那个命中注定的人 二是眼高于 顶谁也看不上 最后就是离异过后 再也不相信爱情 但中年女人终究也是会动情的 如果你想知道 中年女人是否对你动情了 看她平时和你相处的细节 就一目了然 你要知道 即便是沉着冷静的中年女人 在爱上一个人的时候 也难以表现的彻底的清醒 毕竟爱情是藏不住的 即便她什么都不说 对你的爱意 也会慢慢地从她身上散发出来 43岁的黄厉 最近迎来了她的春天 因为她父母离异 不怎么管她 再加上她自身的眼光问题 所以直到40多岁了 黄厉还没有结婚 其实黄厉心中也是渴望爱情的 只不过因为自身很优秀 导致她总是有些高高在上 看不上那些舔着脸追求她的人 直到最近 黄厉稀后了她的心动男神 和她相处的每一天 黄厉脸上都像某了蜜甜的不行 而且黄厉从很早开始就已经放弃打扮了 最近因为有了心动对象 所以基本上可以看到她 每天都穿着新衣服 经常出入美容院 黄厉的男神工作特别忙 应酬时也经常喝得明听大醉 可偏偏她胃有不好 看着她如此不珍惜自己的身体 黄厉很是心疼 她根本就控制不住的想要去管着男神 虽然气贵气 可黄厉依然会尾下身段来照顾男神 本来是指不沾阳春水的她 已经数不清为男神做了多少次饭 整理过多少次家务了 黄厉说她的父母从不强迫她做任何事情 很少管她 可男神不同 她肩负着家庭的重任 必须要奋力前行 有时候黄厉真的挺心疼她的 但她唯一能做的就是默默站在她身边 用自己的温柔来给她慰藉 女人到了中年或许已经丧失了用嘴说爱情的能力 丧失了主动表白的勇气 可人到中年 她们更珍惜当下的生活 更珍惜好不容易来到的爱情 所以即便她们很少主动表白 但如果你仔细感受 你会发现中年女人对你动情了 这些地方是藏不住的 一她变得爱打扮 脸上总扬意气 小女人的笑容 很多女人到了中年 对于外貌的要求就不会那么高了 甚至有些人还会懒于收拾打理自己 整日不休蝙蝠 可一旦中年女人对你动心了 你会发现 她出现在你面前的样子总会让你惊艳 甚至她每一天都更精致 对着你的时候 脸上也总掩饰不住 娇羞 明明已经过了40岁 却依然表现得像个小女人 那毫无疑问 她是对你动情了 都说 女为悦己者容 爱情会让女人在乎自己的外表 她希望自己每一次出现在你眼前的时候 都能让你眼前一亮 从而抓住你的心 二 她会想要在日常生活中照顾你 约束你 年轻女人想要被管束 中年女人想要掌控 如果说 当一个中年女人真的对你有意思 那么她就会尤其关注你的生活 看到你没能好好照顾自己 她会较心 然而她不会只在嘴巴上说说 因为她知道这没用 她会主动照顾你的生活 细致入微道点点滴滴 毫无保留地为你付出 把你照顾得妥妥贴贴 或许有时候 你会觉得她有点烦 不让你喝酒 不让你抽烟 你想出去玩一个通宵 她总是会约束你 但你要明白 因为她爱上了你 想和你天长地久 才会如此 三 她会一直在你身边陪伴着你 无论风雨 小年轻的爱情 可能经不起挫折困难 任何一点点风雨 可能两人就疯到扬镳了 可中年女人就不同了 她们经历的太多了 早已见惯大风 大浪 面对爱情 她追寻的更是自己想要的 也不会轻易忍输 所以和她相处的时候 哪怕你现在落魄辽倒 她也会在你身边 你遭遇阻碍 她会尽力帮你想办法 即便真的帮不上什么忙 她也会陪在你身边 不会让你孤身一人去面对 这城市间的风风雨雨 每个女人都有追求爱情的权利 只不过中年女人 不再是那么轰轰烈烈把了 对待爱情 她们喜欢细水长流 而又润物无声 所以在同中年女人相处的时候 你要明白她行为之下的潜台词 一个女人心甘情愿地照顾你的生活 放下身段来伺候你 哪怕你再不堪 她也一直陪着你看到你的面孔 就忍不住露出幸福的微笑 试问这不是真爱是什么 你的身边除了她 还有这样对你尽心尽力的女人吗 女人的情爱就是这么简单 用她自己的方式来渗透进你的生活 如果你也对她有意思 那就抓紧时机 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觉得本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麻烦您给点订阅吧 感谢观看